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算是一个频道的 穿搭人系列的一个新方向 之前都是介绍 像是自己入手哪些新的单品 或者是军装Vintage的历史 或者是判别方法来跟大家分享 那蛮多观众蛮多朋友反映说 介绍的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也不知道去哪里来购买 那本身自己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未来有一个时间点 要来开始规划这个Vintage Select的新方向 最近就开始小试水温 那来试试看 自己进一些工发品的军装 从各个地方 欧洲啊美国进一些工发品 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让大家尽可能以合理的价格 然后可以入手看看 跟大家不太一样 宇宙不同的一些Vintage Select 应该说未来会蛮多这种影片 那一样方向会趋向于是 如何做搭配 如何搭配在日常的现代衣服上 就是让你的穿搭上 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穿起来就很和谐的一个穿搭法 提供大家一些想法跟概念 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有兴趣 Size 刚好是你的 可以参考看看 我的Souway Book Vintage 那至于为什么会取名叫 Souway Book Vintage Souway是因为 这个词是来自于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有部品牌叫Barba 那也算带我入坑的一个 这个契机啦 那原先是看到一部影片 介绍Barba这个 英国百年的经典品牌 其中看到Souway Zipper 一个其中一个版型 很经典的一个版型 就是哇哦 原来可以这么帅 Vintage可以这么帅 然后这么有历史 年代过了那么久 还可以这么越穿越有味道 对我来说是新的一个冲击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去了解 Vintage各式各样的军装 或者是油布外套这一类型的单品 算是古着的一个入坑点 以这个为契机 当作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概念 Souway 那MOOG的话是我本身就有跳舞 POPPING的 主要自己的风格是BOOGLE STYLE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 LIFESTYLE的生活态度 MOOGLE算是一个蛮自由 然后又很棒的一个舞风 那比较没有拘束 没有限制 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规矩 来叫你做跳这个Style的一个局限 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 没有人说未来一定要做什么 未来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 就这样做一辈子 或者是为了生活要忍东忍西 或者是讲到穿搭的话 没有人说你今天喜欢日系的穿搭 你就一辈子都要穿日系的穿搭 喜欢美饰 你喜欢工装军装 你就只能局限于那种穿搭吧 所以我是想要说 你其实可以是 你可能有精品品牌的衣服 你也可以有UNIQLO的筷子上的衣服 全部做搭配 穿出你自己个人的Style 那是我很喜欢的穿搭一个态度 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也是为什么我会取叫BOOG的这个原因 所以SOWWAYBOOG VINTAGE STYLE 就是这个来源 那 未来是希望会进越来越多类似军装工装为主 然后如果有进到一些很特别的 或者是即便没有很特别 普通的工装什么 我也会尽可能穿搭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可以做怎样的搭配 玩出更有趣的一些穿搭法 不然其实快时尚卖这些东西 你如果常逛的话 你也会发觉 渐渐重复性会越来越多 因为就男装的多样性不多啦 变化性也不会到多大 那可能都是在于小细节的一些改变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如果有一些VINTAGE军装啊 有一些工装的一些变化 融合在你的穿搭里面 那整体你的穿搭的感觉 就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就是很有个人的style吧 那不是很棒的 所以未来就会希望是可以让观众看了会有帮助 然后买了自己也会喜欢这样子 那这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小梦想 那希望未来这个VINTAGE SELECT会越来越有规模 越来越像样 或者是等到疫情结束 我可以去欧洲各地 亲自去挑选更多更有意思的一些单品 再来回来跟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SRUNK 下次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